好,最近溫哥說開始冷了 都有零下了 所以沒辦法 那輛車呢 都要怎樣說 拉條線 最主要 最主要怕它 結冰 那些下水道 所以現在開著暖爐 開著電熱爐 吹著它 怎麼說呢 最主要怕那些水結冰 結冰呢 就炸爆那些喉管 那兩種方法解決 第一個 過冬呢 你將那些水管 灌滿那些不動水 那些叫不會結冰的水 那你用的時候 再沖出來 那加拿大 但是 如果真的冰天雪地 零下十幾二十度 你又不出去玩呢 那這個方法最好 那好像溫哥說 一年只有幾天 即是零下的 那我就寧願拿個暖爐 那還不用那些 化學東西 那些水管 就沖滿了水管 即是灌滿了那個水管 那用的時候呢 又洗出來 再裝回那些 即是生活用水 那我寧願是這樣 就浪費點電 那大概都是 溫哥華市區裡面 你說零下一年 現在越來越暖了 地球暖化 那都是那幾天 十幾天 那我最多浪費點電 那我都好過灌滿那些水 灌滿那些不凍水 那些 那些 你用的時候 要洗出來洗乾淨 那始終 就是這樣 好了 那部車 修理一下 再修理一下 再修理一下 那我就和多布仔出去 去雪山 那雖然有個熱量 也會冷 或者真的要開 那部車的 汽車爐那個 不要教住 多布仔等著 對 到時才搞它